。 环保藏零花费?费用政府全出,还有2万元鼓励金,看懂如何申请。 。 基于人口膨胀、环保需求,政府鼓励采用树葬、花葬等环保葬,名人也纷纷以身示范,如资深琼瑶剧演员李立凤,正式选择以树葬归陈。 树葬不设立墓碑,不计王者姓名,用思念来勉怀心爱的人。 。 目前各县市推广环保藏都有一定补助,不但费用政府全出,甚至还有一笔鼓励金,本文将告诉您该如何申请。 。 五位往生者就有一位是环保藏。 。 内政部自民国九十年起开始推动环保自然葬,根据统计,九十五年有二百多件,到了一百零五年有六千七百七十四件,近十年成长约二十倍。 ,显示确实有愈来愈多民众认同环保自然葬。 。 台北市政府最新统计,参加环保葬人数增长以数葬最多,花葬次之。 。 病葬管理处分析,民众考量后代子孙见少,判减少反复祭祀,台考量选择参加环保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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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识环保葬,死后不立碑,不造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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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将骨灰洒入海中、洒入山中,或者装入特殊容器内再埋到土里,骨灰可成为植物的养分,化作春泥更互夸,人生最后的终点,期许一切都回归于零。 树葬、花葬、公墓内的土埋方法,将骨灰埋入绝中,在种植花苗或树苗鱼上,或于树木根部周围埋藏骨灰。 树葬、同样是公墓内,以抛萨或埋藏骨灰的方式,不立墓碑、不设坟、不计王者姓名,让骨灰归为土地的一部分,永续循环于世上。 树葬、在政府划定的特定绿化地点抛萨或埋藏骨灰,与撒藏的差异在地点的差别,公墓外,树葬需在公墓外的政府指定地点,如新北市金山环保生命园区等地。 海葬、火化后将骨灰研磨成细粉,再将处理过的骨灰装到无独一分解容器中,抛洒于政府划定的海域。 环保葬的好处 环保葬不需要墓地也不造杯,土地持续循环利用,火化后的骨灰直接置入植存学中,对环境来说是更友善。 除了不为后代环境留下负担,更重要的,也是一种王者对于家人的体贴。 望着海边咬寂亲人,对着花朵树木免白过世的亲友,也是一种美好的感念。 其实以经济面来说,根据网络大数据整理资料,一般拱木约八千元起跳,造木至少也要上万元起跳,公立骨灰塔位平均也需约二万元。 政府帮你出钱,签出坛位也想万元补助。 若选择环保藏,目前各县市推广环保藏都有一定补助,以新北市来说,推广期间免使用费。 若参加联合工计,从追思会,从果化到植存都是免费,且政府会事先安置好环保藏前制作业,民众可省下一笔费用。 各县市有不同价目,请参考台湾各县市的自然藏费用表。 点死。 北市府为提升民众参与环保藏意愿,往生者火化免费,北市殡葬管理处甚至推出多元环保藏鼓励金。 自坦为签出改为环保藏有1万至2万元鼓励金,提供给大家对于身后市多一种选择。 台北市多元环保藏鼓励金。 申请对下级方式。 自本处金管之骨灰,还,存放设施领回寄存之骨灰,还,者,于领回之四日期两个月内,于环保藏区域完成多元环保藏, 得申请多元环保藏鼓励金。 环保藏鼓励金之申请人员则尚未股,灰,还存放设施既存签出证明所事之缘申请人。 但骨灰,还,由代理人带为签出者,则鼓励金之申请人应为尽大支援申请人。 请本鼓励金者,应于完成多元环保藏之四日起一个月内,填据申请书,并减附下列文件至本署第一,二并以管服务中心,杨明山珍善元或复德领鼓楼办公室提出申请。 由代理人代理申请,另应减附代理人之身份证明文件及委托书。 如申请文件不足本处将通知申请人现期补证,于期未补证者,即无法受理。 应被证明文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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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环保藏主办机关、构、开具之完成环保藏证明文件。 。 骨、挥、还存放设施寄存签出证明影本,骨挥、还,由代理人代为签出者,另应减附员申请人出具之签出委托书影本。 。 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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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